第一個題目他說請問你在2x2四方 儘量y的七四方展開式當中 請問你x6四方y的四四方的係數是多少 好你先回答我 他的一般四是怎麼寫 一般四四 一般四四 就是說他的每一下怎麼寫 注意看喔 應該等於C7 為什麼C7 知道嗎 因為他就這裡寫的是七四方 對不對 然後取多少 取 R R 多少呢 我不知道 但是後面的重點來看這邊 這邊應該顯示2x2四方的 n-r 次方再乘上 -y 的r 次方 這個看得懂嗎 我圖起來這邊還可以看 原本的公式不是x加y的n 次方嗎 他的一般向怎麼寫 就是Cn 取 R x 的n-r 次方 y 的r 次方 我不是說y是幾次方 這個取多少對不對 比如說這裡寫y的三四方 那我就取3 兩個像這樣一樣 總共等於n次方 這樣會啦 只是說 不是每個題目對於那麼好 這寫x 這寫y 沒有像這個題目 這一整個就是x 這一整個就是y 所以你要這樣寫 看得懂嗎 好的 現在問題來了 我的r應該對不對 我的r r是應該當4 為什麼 因為r是4的時候 才會出現y的四四方 有看到嗎 r你帶4的話才出現y的四四方 然後你看一下 如果我的r帶4的話 這裡不好意思寫錯 這應該寫7才對 7-4是不是等於3 然後呢 x的二次方三次方才出現六次方 所以我知道我的r帶4就是無藥的結果 聽懂嗎 所以我的r帶4的話 我等於的話 r帶4的話 會變成了 c7取4 然後呢 2x的二次方的幾次方 7-4是三次方 那這個就是-y的四次方 好 那整個展開結果等於多少 等於 來吧 c7取4 c7取4 是不是7階除3階除4階 還沒結束哦 請問你 2的三次方就是2 2的三次方 8 然後呢 再乘上 x的二次方三次方 變成了x的六次方 注意 這一個東西 就是2x的三次方的那個 2x的平方三次方的結果 然後再來 這裡 負外的四次方呢 那就是y的四次方 這個題目還對你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三次方的話 那你還要取一個負號 啊這也不需要 好 那寫問你 誰是你要的答案 你知道嗎 前面就是你要的係數 因為後面就是x的六次方 y的四次方 你要算是算這個答案 好 所以答案就找 來吧 算一下 7階跟4階 約分變成7乘6乘1 然後除以這個 3乘2 約分約分 所以就 345成像這個8 就是你下的結果 所以答案就 280 所以它的係數呢 因為它是x的六次方 y的四次方 你才買80 所以答案就是 280 這樣會嗎 可以啦 好 這個你寫一下